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龙鸭豆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B型房车洗澡的那些事 之前有网友不停地问我 你这个房车洗澡舒服不舒服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然后但是呢,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房车 因为我这个房车是17年的那个老款 然后上面的上装部分的话 就是比较那种款式比较老旧 存储空间比较小 然后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走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出门就要带的这些东西 这是我的后备箱 然后就是在我这个床的下面 看这里面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 现在看没有塞满 是因为那个我那个箱子还有那个桌子的椅子 还没有放得进来 现在看一下 这些箱子里面装到的都是一些锅碗瓢盆啊 调料等等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都快塞满了 然后就看这个空间还是可以 但是依然不够我们长期旅行携带的东西 还有很多小东西没有办法放 看看 这个上来以后我们的整个空间啊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块看一下 这本来就是要洗菜做饭的 但是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就是放东西的地方 然后这个电磁炉这次出来基本上没有用过 然后这个洗菜的地方也很少能用上 然后我基本上现在一般都是用那个卡式炉 还有那个就是煤气灶 灶在这儿 然后那个罐是在那个里头 这个是冰箱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上面看一下 上面这有四个柜子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现在平时换的一些衣服呀 药品呀 还有品质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这儿有一个 这个这个里面放一些平时吃的呀 零食什么的 还有这块我们有一个这个 可以放一些小零碎的一个挂的一个 你看看 这样子是不是空间这样看起来后面很大 其实实际上这些小东西还是没有地方放 对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卫生间也非常的小 我个子不高 但是这里有个马桶 我的车子还好有24小时的那个茶油热水出来 然后那块可以 这儿 这儿全部都可以出热水 然后底下就放一些瓶瓶罐罐清洗的东西 还有就是水箱也在这个地方放 然后之前看过我以前那个洗澡测试的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就是我在这块惊喜的话是不太方便 然后就是大概洗一下还可以 两个人在这儿洗的话也只是勉强的冲洗一下 但是如果要想洗的非常的舒服 我们还是隔三差五的然后去到那个宾馆 一个月吧我们去宾馆大概有个两三次三四次的样子 然后平时就是在这儿捡洗 去宾馆我们才就是能好好的洗一个澡 因为这个里面的空间确实有限 而且最近我这个厕所然后还漏水 所以利用率也是非常的低 刚才给大家也说了一些我最近使用我这台B型房车的一些心得 然后在之后的那个路上我还会持续的分享我这台B型房车的一些使用的一些 就是心得呀还有一些经验呀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在这里先点个赞吧 在房车生活呢有好有坏 也有很多的一些琐碎的事情让我们头疼着 但是呢在路上痛并快乐着 这就是房车生活 房车书行最注重的是什么 一是水二是电 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像我这样子洗衣服 天哪我今天遇到一件非常糟心的事情 就是我买的这个洗衣机现在竟然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麻的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还兴致充充的在这个地方洗衣服没想到看一下 这个底下就已经水都漏的差不多了 这个机子啊没有洗过几次 因为小件之前都是用手洗的 然后呢今天这边天气好 在这块也朱扎几天 没想到呢嗯这样开始震水漏水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把衣服拿出来了 然后这个看到没有听一听 光响然后这样看看 里面这个已经完全不转了 一点动力都没有 天哪 哎糟心 刚才给大家看一下我那个洗衣机的问题啊就是下面散水 然后那个洗衣机承重的话是2.8公斤以内的就是物品就是衣服啊那些的 但是我那个裤子啊顶多也就是两斤的样子没想到 今天它竟然出了麻的了 刚开始啊我还以为是它的清洗力度不够 然后最后发现一地的这个水它因为它水不停的满漏嘛 然后导致它那个里面就感觉是转不动了 水越来越少 然后我从底下底部看的时候那个水啊那个漏水孔 我感觉就是底下好像全部都在漏 而且是那种渗漏的 刚才联系了一下这个卖家 然后他就是给我退货 退货就是有条件的 就像给大家说的那样子 必须要更改那个退货的那个 退退退退货那个条款嘛 必须要填成就是其他的不能写质量问题 啊在这块我想一下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给给我就是呃单颖给我就就是退了 然后退回去本来说要给我换一个 我想我害怕再一次就是出现这种问题算了 就是直接给我退掉 给他看一下聊天记录 刚才办了那个漏水视频 然后拍了两个整体给他发过去 然后对方看了视频以后说给我换一台 但由于这个质量问题 我有点堪忧啊 然后让他给我退 然后他也呃说可以 让我申请一下退货退款 然后原因选择其他 但是我当时已经申请了那个 然后他让我改一下 说是质量 我我说呃质量原因啊 他说嗯需要我修改一下实在报钱 我说不改就不能退了吗 反正他还是就是请求我改一下 好吧然后我就妥协了 对于我这个B型房车来说啊 真的是空间呃太小 而且洗洗衣服的话 我这一路上来啊 就是小件用手洗 然后大件 就是我找一些宾馆啊 或者银店啊 他有那个大型洗衣机我在洗 然后没想到买这个小洗衣机 现在已经变成了累赘 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各位 如果你们有房车的朋友啊 就是B型的房车朋友 你们是如何在旅途中 就是洗衣服的 是用手洗呢 还是你们买了洗衣机 如果有好的洗衣机的话 可以推荐我 如果好的其他的办法 也可以下方留言哦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帮我多多出主意 好了 我现在就做懂 做等那个上门收货 然后把这个东西退掉 嗯 这期就到这里 话不多说 还是一样 关注点赞评论 评论就是 如何解决房车洗衣的问题